各位同学好 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 法语的所有格形容词 Liservative Possessive 所有格在法语里称为 Lipossessive 表示所有或拥有的关系 在所有者和所有物之间 产生某种关联 所有格形容词称为 Liservative Possessive 是名词的一种限定词 所以它必须和它所限定的名词 做阴阳性和单负数的配合 另外所有格形容词 也必须要随着 所有者的人称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法语有哪些所有格形容词 我分成两个部分来讲解 第一个部分是 所有者是单数人称的情况 第二个部分是 所有者是负数人称的情况 所有格形容词的变化会有哪些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 第一种情形 Appossessive 也就是当所有者是单数的时候 所有格形容词要怎么变化呢 请看第一张表 当所有者是单数的时候 也就是je du il 或者是eller的时候 所有格形容词会有三种情形的变化 我分别用三种不同的颜色的栏位来表示 第一种形式是当所有物是单数 阳性 阳性名词的时候 也就是绿色的这一栏 第一人称所有格的形容词的变化是 蒙 第二人称所有格形容词的变化是 东 第三人称的所有格形容词的变化是 松 好 不用分阳性或者是阴性 接下来 第二种形式的变化是 当所有物是单数 阴性名词的时候 也就是蓝色的这一栏 第一人称的所有格形容词 要变成吗 第二人称的所有格形容词是 搭 第三人称的所有格形容词是 撒 最后 第三种形式是 当所有物是负数 名词的时候 它的阳性和阴性的变化是 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黄色的这两栏是一样的 第一人称的所有格形容词都是 me 第二人称的所有格形容词都是 de 第三人称的所有格形容词都是 se 接下来 我们用几个例子 来做练习 看看要怎么样把所有格形容词和他所要限定的名词做搭配 好 第一个 我的爸爸 所有物是 per per是 单数的阳性名词 所以 我的 所有格形容词的变化呢 就是 mon 好 好 所以我的爸爸的法语就是 mon per 好 接下来 我的妈妈 好 妈妈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而且只有一位 所以呢 是单数 好 所以所有格形容词就要变成 ma 好 所以我的妈妈的法语是 ma mère 接下来 第三句 你的父母 好 父母是 bacon 好 bacon呢 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好 那 他一定 在数量上呢 一定是负数的概念 好 所以这时候 你的 的所有个形容词呢 就要用 de 好 所以你的父母呢 就是 de bacon 最后一个例子 他的几个女儿 女儿是 阴性的名词 好 他的几个女儿 是负数的概念 好 所以他的 我们就要用say 好 所以他的几个女儿 的法语就是 se fie 好 那在这个部分 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当表示所有物的名词 是以母音 或者是亚音的ash 为开头的时候 单数的 音信所有格形容词 ma da sa 必须变成 m dong son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好 朋友 ami 男性朋友 是 左边的这个ami 女性朋友 是右边的这个ami 必须在他的词尾 加上一个 er 好 发音是一样 但是呢 拼字不同 所以我的朋友呢 法语要说成 monami 好 那 我的女性朋友 这时候呢 因为ami呢 是母音开头 所以我们要把 ma 变成mon 所以我的女性朋友 是monami 好 这样的变化呢 会让我们在 发音的时候 比较容易 接下来我们看看 如果表示所有物的 名词是ash 开头的话 好 比如说 istar 这个词 好 这个词的意思呢 是故事的意思 这个词呢 它本身是一个 音信的名词 原本所有格的 形容词呢 是sar 但是呢 它是以ash 为开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sar 就要变成son 变成sonista 好 同样的呢 这是法语的声韵规则 主要 就是让我们在 发音的时候 比较方便 比较容易 好 接下来 我要讲解的是 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当所有者是 复述人称的时候 同样的请大家看 这张表 当所有者是 复述人称 也就是 nu vu ila 或者是 ila 的时候 所有格形容词的变化 只有两种 好 也就是我们只区分 单数所有物 或者是 复数所有物 这两种情况 因为呢 阳性跟阴性的变化呢 是一样的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两种 不同的颜色 标出这两种 不同的变化 好 我们先看看第一种形式 是当所有物是 单数名词的时候 第一人称复述的 所有格形容词是 notre 阴性阳性的变化呢 是一样的 第二人称复述是 votre 第三人称复述是 leur 好 要注意的是 刚刚提过的就是 阳性跟阴性的变化 是一样的 接下来 第二种形式是 当所有物是 复述名词的时候 第一人称的 所有格的形容词 都是 non 第二人称是 votre 第三人称是 leur 好 这里要注意的是 这个leur 跟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个leur 不一样 拼字上面不太一样 在这个地方 要多一个s 在它的词位 好 同样的我们用几个例子 来作为练习 好 第一个例子 我们的爸爸 好 我们刚刚看过的 爸爸 per 它是一个 单数阳性的名词 所以 第一人称复述的 所有格形容词的变化 就是 notre 好 所以 我们的爸爸的法语 就是 notre per 好 再来 我们的妈妈 好 妈妈我们刚刚也看过了 它是一个阴性的单数名词 所以我们的妈妈 就用 notre 就notre 好 我们的妈妈就是 notre mère 好 第三个例子 你们的父母 好 巴虹 好 巴虹本身 刚刚说过 它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那它 永远呢 都是复述的概念 好 所以你们的 我们就要用 vot 好 所以你们的父母就是 vot 巴虹 接下来最后一个例子 他们的几个女儿 好 女儿呢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那几个女儿在这个地方是 复述 好 所以这时候 他们的 的所有格形容词 就要变成是 le 好 他们的几个女儿 就是le fille 好 以上就是法语的所有格形容词的 用法和变化 希望同学们都学会了